來來 給你看一下啊 這韓學草啊 昨天他就了半屍 這個的火金架是同時武器的好東西啊 過了這個村兒 看不出一個店的哦 李學員拿電話去 外面有個妖婦怎麼能有這些東西啊 我住這個架那兒 那已經這麼 還送給你了 不對 你這根本就不是韓學草 小姑娘 你實貨嗎 你怎麼知道 這不是韓學草呢 這個韓學草分明就是假貨 你說假貨就假貨 你怎麼證明啊 我當然可以證明 借公子的茶水一用 看 真正的韓學草浴水結冰 而你這個根本就沒有反應 分明就是假貨 幹殺我的腔子 你走不死 你這是狗急跳牆 有一個小姑娘動手不長 還不給我滾 還不給我滾 多謝公子出手相助 這是我應該做的 姑娘不必多理 我看姑娘對藥知識頗有研究 在下也是喜歡藥知人 不知是否能和姑娘探討一番 那便請公子私教了 姑娘請 通知下去給我一間一間找 不必要找到王妃 是 敢問雲姑娘 在用茶水驗證之前 你是如何得知 這河中之藥 並非是真正的韓學草 真正的韓學草 在陽光之下 它的筋的內部 紋路清晰可見 成冰裂狀 那河中的草藥 雖然外形與它相似 但是它的根莖內部 混亂無章模糊不清 由此可見 絕非是真正的韓學草 雲姑娘好眼力 在下受教了 害人 我作為一名醫師 能夠辨別草藥的真假 是我最基礎的功力 司徒公子過獎 這本白草書是我家傳之作 新日相遇便是有緣 我願將此書贈予姑娘 司徒公子 這是你的家傳之書 過於珍重 我不能收 醫書 本就應扶助醫師治病救人 若是此書能在姑娘手裡 發揮出她的作用 也不往 免洗之人的五心力去 雲姑娘不必推脫 還請收下她 那便謝過司徒公子了 小姐 我們該走了 司徒公子 本想與你暢談一番 然我卻有急事 先行告辭了 雲姑娘請便 有趣 這本醫書真不錯 司徒公子人真好 王妃 糟糕 司徒公子 幫我等一下 給本王出來 我已經看到你了 冥王 你何時在大庭廣東之下 追趕小姑娘呢 雲姑娘放心 在下是不會讓她把你帶走的 小王司徒涵 上次你給本王下藥的事 本王還沒有找你算賬呢 你這又是 想拐騙本王的王妃嗎 王妃 放開 我才不是什麼你的王妃 你的王妃 在你的王府裡 你在說什麼胡話 雲姑娘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冥王請回吧 你這是想插手本王的家事嗎 插手又出口 司徒涵 你若是再敢救陈王妃 休怪我心賬就賬 一起清算 搗毀你的藥王骨 休怪我心賬就賬 一起清算 搗毀你的藥王骨 事情變得越來越有趣 放開我 別懶我 王妃救我 救我王妃 是不是救急復發了 快讓我看看 你竟然又耍我 我不這樣 王妃會願意聽我解釋嗎 我為什麼要聽你解釋 你肯定又要糊弄我 案件的事 我已經查清楚了 這件事情是安寧自己做的 與王妃無關 當時 本王不應該懷疑王妃的 王妃 原諒本王可好 你若是心裡沒有安寧郡主 怎麼會懷疑我 本王的心裡有誰 難道王妃心裡不清楚嗎 安寧只是我的妹妹而已 妹妹 我那天分明看到你們兩個抱在了一起 原來王妃是因為這個事情生氣啊 王妃誤會我了 那是安寧自己扑上來的 她扑上來 你就不會推開嗎 我看你挺享受的 好 本王錯了 本王以後一定不讓任何異性接觸 王妃 就原諒本王吧 那我考慮考慮吧 王妃真的把王妃寻回來了 是啊 現在王妃正在王妃房中呢 王妃 被我問到小 參見王妃 年禮 有什麼事兒嗎 我家郡主做了一些小玩意兒想著送給王妃 讓我叫明月姐姐一起去拿 那明月你就陪她去一頭 好的王妃 郡主 你怎麼在這兒 我讓他們去拿了 咱們在這兒等著就行 啊 王妃 我錯了 啊 王妃 清風 怎麼回事兒 剛才郡主說她做了一個什麼小玩意兒 然後讓我的丫鬟過去拿 然後她就過來了 她拉著我的手說她錯了 急著她就自己躺在了地上 你的意思 是她自己要倒下去 那不成 你覺得是我推的 我不是這意思 郡主 沒事吧 王妃我沒事 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倒的 和王妃有關 郡主你怎麼了 王妃我沒事 給王妃的東西呢 你還想著給王妃的東西 她都把你推倒了 怎麼說話呢 王妃 王妃怎麼會推她呢 別這麼說 王妃 這件事是我自己不小心 有王妃無關 王爺 王爺你要給我家郡主做主啊 肯定是王妃 是王妃寄恨我家郡主 才把她推倒的 你怎麼能夠陷人呢 王妃才不是這樣的人 王妃是什麼樣的人我不知道 反正我家郡主被推倒了 夠了 她把她推倒的 夠了 一個丫鬟 這樣子成何體統 是 不是我推的 我知道 但你們為什麼在這裡 我通明月在這賞花 然後郡主就有什麼 小玩意要給我 我就讓我的明月去拿 接著她就自己過來 自己倒她的地上 成了你看的那個樣子 小玩意給我 你們先回去吧 郡主的事 我會處理 你放心吧 我是相信你的 好 王爺 那我就先走了 清風 這幾天 陰景郡主 別讓她再來煩王妃 是 這個還明明郡主 肯定是郭義心愛小姐 專門摔倒的 也不知道王爺 會不會相信她們 信不信是她的事 咱們穩心無愧就好 至於安寧郡主 我以後會注意的 早晚露出麻將 不會注意的 早晚才露出麻將 氣死我了 明明摔跤的是我 為何王爺還是不震的王妃 王爺肯定是被王妃蒙蔽了 郡主放心 王爺早晚會醒悟的 不行 我還得想點別的辦法 小姐 你這是做什麼 最近皮膚乾燥 我做了一些面膏 用來保濕 三見王妃 妹妹上次護食不乾淨的東西 沒想到 暈差陽錯連累了姐姐 妹妹這次來 是特意來賠罪的 她請王爺姐姐原諒妹妹 這支金釵是賠罪禮物 還望姐姐能不收下 都是一場誤會 不要放在心上 郡主請坐吧 姐姐連土臉的面膏都能做 真厲害 你姐姐的藝術 這面膏怕是整個聖文帝國 最好的辦法 郡主若是喜歡 你拿去便是 喜歡 你拿去便是 那安寧謝國姬姐 不過郡主可要謹記 這面膏不可多圖 若多圖了 會得紅斑 小姐 你怎麼還送郡主東西啊 上次就是小姐借東西 然後再誣陷你 我故意的 等著瞧吧 郡主 即使面膏怎麼處置 王妃 這一次 要看你怎麼 後天太后來王府 那天父皇 剛好訓我驚風樹枝 你這兩天 不要和安寧起衝突 以免她在太后面前哭訴 到時候我不在 沒有人能護你周全 只要她不來找我麻煩 我才懶得答應 見過王妮 王妃 艾玲 你在面紗做什麼 面什麼 王妮別看了 王妮 郡主自從上次用了王妃給的面膏後 臉上便起了紅斑 治太后 過幾日便要來王府了 這個怎麼辦呢 臉上便起了紅斑 歡歡 不准胡說 我要錯怪了姐姐 歡歡怎麼是胡說呢 郡主你就不要騙她王妃了 我給郡主面膏的時候是否說過 不能多圖 郡主怕不是忘了 姐姐數說過嗎 還您怎麼不記得 我看王妃是故意沒說 就是想看我家郡主出醜 你們在這兒胡說八道什麼呢 我們小姐明明叮嘱過郡主的 若不是王妃忘記說 我家郡主的臉怎麼會成這樣 難道 郡主會拿自己的臉開玩笑嗎 王妃 姐姐也許就是一時舒服給忘記的 愛您不願姐姐 只是 太后後天來王府 愛您這樣 該如何結嫁呀 我有一法子 可以讓你立刻恢復 姐姐想幹什麼 這不就治好了 這是怎麼回事 郡主 我給你的面膏可不可以過敏 我之所以那麼說 就是為了炸你 沒想到你還真上當 真是好笑 郡主 我奉勸你以後 莫要再招惹我 郡主 我奉勸你以後 莫要再招惹我 否則 就不是潑水那麼簡單了 安寧 我提醒過你 讓你好自為之 可你依舊執不悟 接下來這些人 你若還是搞這些小動作 那就別怪本王 一點經驗都不跟你聊 主 是主 滾 倒倒快 不必該死 衝撞了測王妃 請測王妃恕罪 關心 站住 你上面拿的衣服是什麼 回測王妃 我拿的是太后 為王妃準備的衣服 真是天助不義 小姐 你這身衣服可真是好看 這可是為了迎接太后專門做的 當然好看 果然 正非就是不一樣 昨天我去拿衣服的時候 也看到郡主了 太后專門做的 當然好看 果然 正非就是不一樣 昨天我去拿衣服的時候 也看到郡主了 她的衣服跟小姐 根本沒法比 看這個郡主怎麼倒色 今日我答應了王妃 不要再惹路郡主挑事 這種話 還是不要再說 事情辦得怎麼樣了 郡主 您就等著瞧吧 見過姐姐 果然是仁靠衣裝馬靠安 王妃今天真是光彩照人呢 姐姐是正非 富有王妃宠愛 衣服奢華些 也是應該的 只是這太后一向喜歡剪接 看了姐姐這身衣服 恐怕會覺得不高興 不高興 我們家小姐 今天不和你們一般見識 你們不要得村進尺 我這衣服本就是正非的規制 太后如何不知 郡主你 還是莫要揣測太后的意圖了 兒臣恭迎太后 不恐怕會覺得不高興吧 兒臣恭迎太后 王妃 你好大的膽子 竟然敢穿皇后的衣服 王爺 您不是今天進宮向皇上述職嗎 怎麼回來這麼早 今日太后來府中 安寧絕對不會幫過這個機會 王妃肯定會被為難 便向父皇告了假 快走 兒臣確實不知 這是皇后的衣服 誤穿了此衣 還請太后恕罪 誤穿 王府的衣服和宮中一樣 都由織錦絲供應 更何況衣服的等級規制是如此的嚴格 怎會將皇后的衣服送到王府 說 這件衣服到底是哪來的 請太后明察 這件衣服確實是織錦絲所送 兒臣也不知這是皇后的衣服 我還不說實話 你是在糊弄哀家嗎 還不說實話 你是在糊弄哀家嗎 太后息怒 王妃受王爺仇愛 有其恃仇而交 也是可以理解的 光太后念王妃是出發 便饒過王妃這一次吧 郡主 王妃這次是穿了皇后的衣服 說不定下次就是冒犯太后 您可不能總是求情呢 簡直是沒有把皇家的顏面 放在眼裡 太不像話了 來人 給哀家把王妃的衣服 放下去 是 不要 太后 當中把衣服吃齊齒大乳啊 住手 還不下去 去給王妃拿條毯子 墨兒 你這是做什麼 太后 王妃的衣服是兒臣給的 你給的 昨夜兒臣在王妃房中留宿 在刑防之時 不慎將衣物弄破 想送去織錦絲修補之時 發現時間已經來不及了 於是兒臣私自做主 將母后的遺物交給了王妃 兒臣在進宮之時 發現此事不妥 於是便向父皇告假 前來向太后解釋此事 還望太后 說兒臣考慮不周之罪 這簡直就是在胡鬧 兒臣知罪 還請太后責罰 算了 既然是你母后的遺物 你如何處之 愛家也無權過問 但若你日後還是這麼莽撞 愛家絕不情了 謝謝太后 還望太后准許兒臣 帶王妃下去更衣 去吧 王妃 是本王來遲了 太后 你就方方兒臣吧 安妮 你這是怎麼了 快起來 太后 您剛剛也瞧見了 王爷滿眼都是王妃 安妮嫁進王府這麼久了 我愛他都沒有用正眼看過安妮 王妃更是雷眼相對 前幾日 也不知道王妃 對王爷說了些什麼 我愛家想叫安妮送出府 求救太后 幫幫安妮 不然安妮就要被王爺給休了 給休了 王爺真是這麼說的 確如郡主所言 王爺處處維護王妃 太后 您要為郡主做主啊 這莫兒竟然為了一個女子 如此的昏頭 將來如何做好一國之君 我看 得讓穆兒好好清醒清醒 太后 穆兒 哀家有件事想和你商量 太后請講 哀家最近頭風又犯了 宮中的太醫又不頂用 哀家想讓王妃進宮為哀家看診 您可願意 王妃為太后看診乃是敬孝心 兒臣怎會阻擔 好 那趕緊密人為王妃準備衣物 哀家今日就帶王妃進宮 敢問太后 這是要王妃進宮多久 哀家準備讓王妃進宮一個月 怎麼 您又不願了 太后 王妃為太后看診 兒臣絕不會阻擔 但是太后 為何要讓王妃九居宮中 哀家的頭風是九級 需要王妃好好調理 需要王妃好好調理 王妃住在宮中 何可免去奔波之口 莫兒就不必多言了 不可 可若王妃長期不在府中 恐府中是無人打理 還望太后三思 另選一個萬全之策 莫兒 莫不是忘了策王妃不成 安寧是郡主 怎會沒有管理後院之冷 回太后 安寧長在侯府 從小便學著打理後院事務 還請太后王妃放心 在王妃不在的這段時間裡 安寧自會替王妃打理好王府事務 可 好了 不必說了 哀家只是借王妃一個月 又不是不讓她回去 怎麼 你是離開王妃就活不了了嗎 太后息怒 王妃並非此意 兒臣願隨太后進宮 照顧太后 那就好 這段時間 就讓安寧好好照顧你吧 兒臣一定會照顧好王妃 還請太后放心 是 此次進宮 若是太后有意為了你 一定要想辦法告訴我 知道了嗎 王妃多虑了 我進宮為太后治療頭風 太后怎會為難 你放心 我一定會想辦法 早點把你接出來 女可知罪 兒臣不知錯在何處 還請太后明示 你媚妇王妃 正是王妃沉迷於兒女情常 對安寧不問 長期以往 王妃怎能順称皇位 要是想霍亂朝綱嗎 王妃有賢王之姿 即浩然震氣於一身 兒臣豈能動搖王妃心智 兒臣身為醫師 為了救治救治我聖隆帝國百姓 妄我朝國泰民安 萬不能魅惑王妃 這是王妃身色全馬 請太后明償 就算你沒有這個意思 但王妃對你也過於痴迷 對安寧不問不問 身為王妃 為何沒有勸導王妃 兒臣知罪 這一個月 你就在司堂抄寫女界 好好想想 到底如何當王妃 每日抄寫十遍 送予我檢查 兒臣遵旨 到底如何當王妃 兒臣遵旨 王妃 安寧和您在這批悅了一整天的奏折 特意泡了這杯雨露茶 此茶最有養神功效 王妃嘗嘗 放下吧 王妃 您在這坐了一整天了 整個身子肯定都酸了吧 安寧為您一連肩 就不勞郡主費心了 本王現在要去軍營 尋查軍務 郡主請自便 王妃 就陪陪安寧吧 本王卻有軍務在身 郡主若是無聊的話 就自己找些论子吧 烈已經生了 王妃哪里是去軍營尋查軍務 我看王妃分明是想避開安寧 所以你怎麼想 王妃 王妃已經離府好幾日了 王妃都不肯來安寧房中 太后離府前 曾經嘱咐安寧要好好照顧王妃 可王妃這樣 安寧如何向太后交代啊 太后那邊我自會去解釋 就不勞郡主費心了 夜深了還請郡主早些休息 給我跟上他 我倒是要看看王妃去哪兒了 是 王妃 王妃在宮中過得可還好 據宮裡來報 和太后並沒有讓王妃看診 而是每日每日讓她抄襲女劍 本王早就了到 太后會為難王妃 那王爺要怎麼辦 本王明日進宮 看看有沒有辦法 見到王妃 王爺去了哪裡 回郡主 王爺去了王妃的房間 王爺竟然真的去了王妃那兒 說一定要進宮見王妃呢 為什麼 郡主受罪 王爺竟然如此想念王妃 既然王爺也如此之情 還去別怪安寧心寒 都怪明月不識字 不然可以幫忙小姐的 你這個小傻子 我們的自己不一樣 你誰自己也幫不了我呀 太后也真是的 都讓小姐超了這麼多天了 能看太后是有心偏袒郡主 噓 這是皇宮 小心隔腔有耳 不會真有人吧 小姐怎麼辦 王爺你怎麼來了 太后不是不讓你來見我嗎 本王偷偷來的 努比基門口守著 這幾日你吃苦了 太后沒有打我也沒有罵我 只是讓我寫幾個字吧 本王已經知道法朝之事了 我在這裡好吃好喝的好著呢 我已經知道了 太后責罰你的事了 太后既沒打我也沒罵我 只是讓我寫幾個字罷了 皇爺莫要擔心 本王現在就去求太后 免去你的責罰 你在耐心等幾日 本王過幾天 就接你回家 嗯 本王過幾天 就接你回家 王爺確實進祠堂了 進去了 王妃 這一次 你死定 這是定經 事成之後 本郡主再給你兩倍 可是郡主給我這麼多錢 有什麼用呢 我做的可是殺頭大罪啊 給再多的錢 我也沒有用啊 本郡主自然有辦法救你 郡主口說無憑 我又怎麼能相信你呢 以此欲酌為準 那就謝過郡主了 有了這個保證 我們就是一條船上的蚂蚱了 王爺真是細心 知道小姐抄寫手刷 特意給小姐送來了呼按 求求王妃 救救我兄弟們 去看看 王妃 這一次 死定 王妃 我兄弟突發心急 你也知道我們做濃淡的 根本沒有錢看病 求王妃救救我兄弟吧 你兄弟現在在哪兒 快帶我去 我的兄弟正躺在床上 現在生死不明 小姐不可 您是王妃 若是去了護衛的房間 被旁人看見了 怕是說不清楚 心計是急症 耽誤不得 趕快帶路 兒臣是來求太后 免去對王妃的責罰 今日你來 就是為了給王妃求情 你竟然還是如此偏顾於她 兒臣並非坦固王妃 只是王妃是醫師 看診行真 皆需要用手 太后責罰王妃 若是王妃的手 因此落下了什麼病診 那岂不是 浪費了王妃一生的好醫術 況且 太后您也不是非常 看好王妃的醫術嗎 您真的忍心看著她 因為此事不能行醫嗎 您還是如此偏顾於她 看診行真 皆需要用手 您真的忍心看著她 因為此事不能行醫嗎 王妃若因此失去一身醫術 確實遺憾 太后 你怎麼在這裡 兒臣十分想念太后 便想著進宮來看看 事先沒有告知王爺 請王爺饒愛你 郡主想盡孝心 本王岐敢阻攔 太后 您就聽王爺的 免了王妃的抄謝吧 既然安寧也給王妃求情 那哀家 就免去王妃的責罰 謝謝太后 太后 安寧此次還有儀式相求 求太后讓王妃回府吧 這是為何 知道的人 明白太后是要教導王妃 不知道的 她以為安寧善渡 使了手段 要獨占王爺 求太后為了安寧的名聲 放王妃回府吧 安寧善渡 使了手段 放獨占王爺 求太后為了安寧的名聲 放王妃回府吧 還是安寧大度 就看在安寧的面子上 放王妃回府 謝謝太后 去禁止 病人在哪裡 你想幹什麼 明王妃 我也是受人所托 對不起了 王妃 你先走 這理我 來吧明王妃 你別過來 你再過來我要喊人了 你就喊吧 啊 奴婢該死 衝中了太后 太后恕罪 你慌什麼 我 慌慌張張的 你是看到什麼了嗎 王妃 王妃 王妃她 她進了護衛的房間 什麼 反了 住手 你 你們在幹什麼 太后勞命 屬下該死 屬下該死 身為王妃 竟不少複打 在宮中做出這種荒陰之事 何臣是被欺騙的 王太后明察 你好大的膽子 竟然敢玷污你王妃 是王妃說自己 在宮中經過難耐 讓屬下過來陪她 明明是你騙我來看著 你為何污蔑於我 屬下居居屬死啊太后 王妃禍亂恭維 子依仗紅 把這個護衛拉下去 出死 太后 不要 她都做出這種難堪之事 你還要護她 這種事情 怎麼能聽信 一個護衛的迎面之詞 還請太后 再給兒臣一點時間 兒臣一定會查清楚的 真相不就擺在這 你還查什麼 我看你是鬼迷心跳的 來人 把這個賤人拉下去 出死 不要 如果太后要殺了她 那就先殺了我 你 太后 兒臣對王妃一往情深 還望太后開恩 太后要殺了她 那就先殺了我 你 太后 兒臣對王妃一往情深 還望太后開恩 你居如此必哀家 也罷 也罷 王妃禍亂恭維 得行有虧 今日起 逐出明王府 三日內 離開雲城 謝太后成全 這次本王 抱不住你了 小姐 要不咱們歇會吧 太陽這麼大 你會中暑的 太后要我三日之內離開雲城 我哪裡敢停下 多怪明月當時暈倒了 不然可以為你作證的 不怪你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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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姑娘雲姑娘 小姐 你醒了 小姐 你剛剛突然暈倒 都嚇壞奴婢了 還好司徒公子及時出現 救了小姐 多謝司徒公子 不必多理 姑娘這是要趕著去哪裡 以至於中暑 都沒有察覺 我們小姐遭人陷害 太后命令我們三日之內 必須離開雲城 所以小姐才會如此 不許多罪 讓司徒公子見笑了 雲姑娘可有去除 那正好 在下這幾日 準備返回藥王 姑娘若是不嫌棄 可以跟我一起回去 多謝 跟我一起回去 多謝 王妃怎麼樣 王妃今天在路邊暈倒 被司徒函帶走了 王妃怎麼會暈倒 王妃莫及 王妃只是中暑 並無大礙 但是她後下令 讓王妃三天內離開雲城 王妃下一個打算怎麼辦 這件事絕對是有人買通了守衛做的 你趕緊去天牢 別讓那個守衛被滅搞 是 郡主真打算把那個護衛救出來嗎 一條狗 你想讓我去救 你馬上去天牢山了 把玉琢拿回來 因為夜長夢多 是 你是誰 我都沒有殺我 受死吧 廢 這種小事都做不好了 努必該死 你看清了 是清風救下的她 努必看清了 王妃一定會審問她 給我盯緊王妃的動向 是 果然如王爺所料 卻只有人想要殺她 王爺遭命 想要本王救你 就如實交代王妃的事 我說 都是安寧郡的照顧做的 安寧 王爺要得不信 屬下 都安寧郡的夠了信用你 果真是郡主的桌子 郡主 王爺不渴 為何 今天已經是第二天了 眼下最要緊的是 把王妃接回府 先把她關到密室 是 郡主 郡主 王爺剛才出府了 王爺去了哪裡 看方向 應該是去王妃所在的客棧 糟了 王爺上把王妃接回來 雲姑娘 明日就要啟程了 你確實願意跟我回咬王谷 我已無處可去 還要多謝司徒公子收留我 這一去 可是不會再反過雲場 雲姑娘可有不捨 雲姑娘為何不看看身邊人 身邊人 在下自認為 不比明王差 雲姑娘可否考慮一下在下 司徒公子 雲姑娘 明王將來是有順程皇位的 不可能許你一生一世一雙人的成語 在下可以 誰說本王不能和她一生一世一雙人 本王今生只認定她一人 皇爺 我已被太后逐出迎城 你這樣來見我 是要被說閒話的 本王來見自己的王妃 有何不可 她一人 你這樣來見我 是要被說閒話的 本王來見自己的王妃 有何不可 可我已經不是你的王妃了 那件事 我已經查清楚了 是安寧郡主設計陷害 本王一定會還你一個公道 現在 跟我回去 出來吧 司徒公子可真是好耳力 剛才明王說的話 郡主可聽得真切 若是司徒王 這句交到太后手裡 我想郡主之後的日子 非常不好過 司徒公子 心愛的女人 對別人搶走 這種滋味 不好受 郡主的意思是 你我現在是同病相連 不知藥王可有藥 醫治我 我有藥 郡主敢用 本郡主怎麼不敢 這隻簪子 名為陰陽簪 這隻簪子 名為陰陽簪 簪頭為陽 五毒 三體為陰 有劇毒 明日西西 尚夫會為妻子戴上簪子 郡主想辦法 讓冥王為王妃戴上這隻簪子 王妃會立把避免於冥王面前 你想要殺掉我 只要不划破肌膚 自己有辦法救回王妃 到時候我和郡主各取所需 王爺 你就這樣把我送回來 太后會生氣的 而且我還 明日七夕赐福 太后會清零王府 到時候 我會把事情告知太后 你就不用太擔心了 記住 你是本王唯一的王妃 王爺 其實我想說 我該去送送子徒公子的 太沒禮貌了 不准去送她 花花 妖王是不是說過 只要被簪子劃破皮膚 難就必死無憂 郡主之事 名為陰陽簪 簪頭為陽 無毒 簪體為陰 有巨毒 王妃 已屈死 太后 今日十七夕節 埃家特意來賜簪政府 莫兒 給安寧把簪子戴上吧 這簪子是正期戴的 安寧不過一個側妃 怎可戴這簪子 不要在埃家面前提起王妃 從今日起 安寧就是你的正期 本王最近又遇到一個心意的女子 還請太后再看一看 再決定是否將安寧 升為正期 她不是已經被埃家趕出雲城了嗎 你竟然又把她找回來了 太后 皇宮一事 兒臣已經查清 王妃是被陷害的 恳請太后 讓兒臣禀報 證據都擺在眼前了 還有什麼可查的 太后奴命 太后奴命 太后奴命了 找來做什麼 她不是已經被埃家处死了嗎 還不將事情告知太后 太后 這一切都是安寧俊奴支持我幹的 王妃是冤枉的 請太后冥查 什麼 王妃是為了給王妃開脱 而故意找人誣陷我嗎 安寧 這是你的吧 我沒見過 這個桌子 是郡主給我的憑證 真是可笑 這樣的桌子多的是 難道僅憑她的一面之詞 就可以定我的罪嗎 還真是不死心呀 去年太后深沉之時 曾經讓內務府拿了一大批這種金銀財寶 以做祈福 我查看了這個榜單 然後發現安寧郡主拿到的是這個桌子 郡主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個桌子 卻出現在了這個守衛的身上了 我把東西給哀家拿上來 安寧 這是怎麼回事 不說 不說 是王妃 是王妃為了和王府故意誣陷我 證據確鑿 你還想陷害王妃 你還想陷害王妃 郡主 進府之後我可曾為難你一次 為何要用如此歹毒的手段陷害於我 王妃 你在王府中享受這王爺的寵愛 你又怎會知道我獨守空房的痛苦而進 要不是因為我 王妃怎麼會如期待我 屈死了 安寧 你瘋了 竟然當著艾家的面弓的行刺 我沒瘋 這樣也好 我得不到的東西 你也別想得到 你想幹什麼 王妃 王妃你怎麼了 有毒 快叫醫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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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你別害怕 我在 我一定不會讓你有事的 我一定不會讓你有事的 感覺怎麼樣 好多了 你救了我 那你好好休息 我做了好吃的 端給你嚐嚐 好 小姐 剛剛陳相夫來信 讓你速速回去一趟 好 我知道了 0 0 1 1 2